好,那我們回到這個chapter 我們這個chapter其實就是在講有次分裂或減速分裂 但是我要介紹這個之前,我已經跟大家先講了 第一個很重要,你要知道它的一些關鍵的terms是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它的位置在哪裡 位在細胞核裡面,然後細胞的一個長相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所以說第一個很重要的是location,要先知道 那接下來第二個部分,那當然就是stage stage要跟大家就是要詳細介紹 那我們上次已經跟大家講這個cell cycle的部分 所以說今天我們就要跟大家講這個proface,metaface,enaface,teleface 這個自己大家裡面都已經畫過這個圖 所以應該有一點概念 好,那接下來就是很specific說 請問每個stage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大家一定會覺得說,好難背喔 你們是用背的還是用理解的 用背下來的舉手 用理解的舉手 還是理解完之後自然而然就背起來了 其實說真的,要是叫我背我也背不起來 因為我搞不太懂要怎麼背 那我會覺得說畫一個圖 或是說你就知道幾個大概的方向 你要知道科學家會做這幾個時間點的分類 一定有它的根據 你只要了解它的根據 你就會自己去分的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說 它是怎麼樣的分類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跳到第二個部分 location location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重要的地方 不是location,是stage的部分 好,再跟大家講一下 上次我有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叫做中心力 中心力是一顆一顆叫中心力 那這一組呢,一組就叫做中心力 上次可能有一點點沒有介紹到的centroson 所以不要把centroson跟central-real搞混 central-real是位於在染色底上中間 位於終結那個DNA的部分 就是這個central-real 那centroson是central-real 一對central-real 然後形成了一個中心力 OK,好,那大概是這樣 那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注意看一下這個染色底 你可以看一下 雖然說染色底 我們平常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畫好像為什麼都畫這樣子 其實這樣是好分辨 可是你如果看真正的 在顯微細節看到 其實它這兩個靠得非常近 幾乎你是看不太出來說 它有分開 也許點點地方還是稍微看 可是大部分是很難去看得出來說 這個中間是不是有分得很開 那這就是說 真實的狀況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一條染色底 不是喔,這是兩條 就是有複製過了 OK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跟大家講說 那染色底 我們在顯微細節可以看到 什麼樣的狀況呢 各位不是這樣整整整齊排列的 這個就是我們大家一直誤解說 我們把這個染色底 整整齊排列 整整齊排列叫做 Carotyping Carotyping Carotyping這個字 請問染色底 為什麼要把它排列起來 請問看染色底 為什麼要檢查染色底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 這個在 如果說你會發現說 當然為了研究 你把染色底把它把它排列起來 就可以去檢查 說到底染色底是長什麼樣 那它有沒有一些醫學用途 或是一些其他的研究用途 好,這個 看看遺傳相關的疾病 看看有沒有相關的疾傳相關疾病 OK 好,那你可不可以舉例 血有病 血有病 血有病可能很難用這個來看 為什麼 好,那沒關係,你想一下為什麼 另外一個舉例 好,你啊 唐氏症 OK,好 那如果唐氏症 你覺得你預期在這裡會看到什麼 第21對染色底 怎麼樣 出現三體 出現三體 所以說在這裡呢 又多了一個配合在這裡 所以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哦,原來這個是有唐氏症的患者 對不對 好,那還沒有相關的遺傳性疾病 那有人可以了解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血有病沒辦法看到 為什麼血有病看不到 血有病沒辦法用這個去檢測 蛤? 蛤? 因為血有病是一段基因片段 OK,一段基因片段 結果它在這只能染色底上 只有站著一咪咪而已 一咪咪,請問一咪咪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啊 因為它只是一段片段 結果它在這只能染色底上 只有站著一咪咪而已 一咪咪,請問一咪咪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啊 OK 所以呢 這個呢 檢測通常只有大片段的基因的Loss 或是染色底的Loss 或是增加才看得到 那你們可以再舉例 還有什麼樣的遺傳性疾病 可能可以用這個來看 這個當然是後來會做到 只是想說先讓大家有一點 有一點概念 貓叫症 貓叫症 貓叫症你怎麼知道 之前有學過 之前有學過 OK,好 就是貓叫症、貓哭症 它就是染色底 缺少一段 太只是缺少一段 OK 那你要補充什麼 透納失症 透納失症 嗯,你對這個還滿熟的嗎 你怎麼知道這個疾病 也是 剛查的是不是 ok 好 那透納失症應該是 是女性,是男性化 男性化的女性 還是女性化的男性 它就是在性染色底這邊 多一條 多一條,應該是多一條X吧 是不是 OK,好 通常就是增加藍色體可以看得到 好,那所以說 各位你們不要以為說 你藍色體隨便都可以變得這麼漂亮 你藍色體分開的時候 是把細胞打破的時候 它哪會不會舉行排列 它是這樣子的 那請問一下怎麼樣把這裡 好好讓它排列成這樣 覺得你把細胞打破了 請問藍色你會過外的力爭站好嗎 不會啊 你至少要發號施令 教他們排列向中看齊對不對 好 那如果他們不聽話咧 那怎麼做 你怎麼樣把這樣子變成這樣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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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什麼 影像修改 影像修改 OK,其實就是後製 沒錯 你就從這邊一個一個剪過來 鐵 剪過來去貼 所以為什麼你們之前不是 我剛才有說要去判定 P-arm Q-arm的大小 或是它的長短 目的就是在這裡 你要去根據說 你很有經驗 你就會知道說 這最長的藍色體是 1號藍色體 這個好像 上面比較沒有的 這個Aquacromosome 它就是頭沒有的 那它就是後面的藍色體 大小這樣一個一個去排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遺傳學 時間要做的 我們就要把一個 染色體驗 這個癌細胞的 把它去打破 打破之後 它當然啦 這個有 如果說分開得得宜 這個應該是一個細胞 裡面出現的 如果說分得不宜 如果說細胞都記在一起 那表示它有散落 好幾個細胞 好幾個染色體會記在一起 就很難去分 所以說通常都是找一個細胞 然後把它 這個分開之後 那你就看到那一群染色 然後再一個一個把它剪 然後會變成這樣子 不好做 但是這個是早期遺傳學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好 那再來 接下來就是有一些那個那個名詞 當然大家也是要知道 上次我們也許大概講過了 這一次我就不再繼續講 Gamit就是這個配子 那Ligo就是合在一起那個合子的意思 Duke OK 好 那這邊呢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 好像是哪一組在寫的時候有點寫 不對 那個同源染色體 像金子 X跟Y染色體是不是同源染色體 照定義來講 它不是同源染色體 因為它的size就是差那麼大不同 可是 在分裂的時候 它又會配合在一起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 那個有識分裂的時候 它同源染色體 這個必須要這個配合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說你今天要怎麼樣讓它可以去 這個 減速分裂的時候要把它配合在一起 那你要怎麼去 它為什麼能夠配合在一起 基本上為什麼能夠配合在一起 就是因為它的 它行為 它上面有一些序列的跟它是相似的 是可以讓它把它接在一起 但是 所以說它這邊主要是解說 它不是同源 但是它的behavior可以像是同源染色體 這樣子排列分開 OK 就只要是這些字 關鍵字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好 再來我們就開始要去 來 細部的去看一下 這個 每個stage 那在分stage之前呢 這有幾個字 kerokinesis 或者是cytokinesis 這兩個單字 稍微去了解一下 kerokinesis 像我們剛才講說是染色體 kerotabic 染色體 在這邊的kero其實就是 就是細胞核的意思 核分裂 ok 各位不要想成是那個 Nuclear bomb 就是沒事就核分裂 這個 這個 不是這個字 是細胞核的這個 打色體分裂的概念 好 那這個cytokinesis 其實就是 其實可以說細胞分裂 但是 其實細胞裡面就是含整個細胞值 那這個的分裂 其實理論上來講就是 這個 會先分裂之後 然後細胞才會開始 分裂 好 好 那這個有幾個stage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 它 有失分裂跟解數分裂 只是在seal cycle的一小部分 好 那這其他的像 G1 S G2 還有m-phase m-phase 那就要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開始就是要大家想一下 那 這個mitosis 或者是meiosis 都一樣 都是發生在這個階段 請問它有細分有哪些項目 細分為哪個stage 我們這邊已經講說 seal cycle 裡面有個m-phase 那m-phase又可以細分為幾個stage 你們已經畫過圖 你們應該可以很輕易的回答這個題目了 所以就要趕快舉手啊 趁這個簡單的題目的時候趕快舉手 好 好 你 那哪幾個stage 前 來 沒關係 直接講吧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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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中 中期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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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差不多啦 但是呢 講中文就low了 有沒有誰要講英文的 還是你們同組的 不行 要讓前面那一組 好 再講一次 po-phase 然後呢 然後 little-phase OK 再來 ana-phase 再來 teler-phase OK 最後一個就是 Cyto-Kanalysis就是分開了 好 其實差不多可以啦 其實你們唸 唸英文 我覺得是 這個其實都很好唸 phase大家都知道 哪一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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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們都只要唸中間而已 所以說這個 這個叫pro-phase pro-phase就是在之前 這個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你們學英文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很漂亮的 所謂的字根 你如果說學英文字根字首 這個體重上是根本不需要背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字根的字 這就是前的概念 前面那個前 那你看到這個字 還需要背 還不需要 那個teler teler就是 也是後面的意思 或是 端點的意思 或是末的意思 末端的意思 所以呢其實 這個也不用背 像teler-meer 不就也是這個字 他只是後面加了meer m-e-r-e 那central central就是中間的意思 centralmeer就是中間 central就是中心體 其實都是這些字在變 所以你只要背起這些字 你學英文學生物 就很好學 那至於說這個meta 其實就是中間 你們學到很多 不管是物理或化學或是生物 會出現很多跟meta有關的 metaphase 這個anaphase anaphase就是中期 所以有時候我也不太搞不太清楚 那個中文翻譯是什麼 只是說 知道說哪一個是比較前面 哪一個是比較後面 好 那這個是讓大家講 結果後來有些人呢 還會特別去分一個 pro-metaphase 也就介於這個跟這個中間 樣子就是剛才同學講說 這個前中期 對不對 前中期 那不是一樣嗎 OK 所以說其實大家希望說 如果可以就盡量用英文的方式來去理解 好 那至於說它的時間 我們也知道說 它的時間相對來是非常短 大部分的時間 你看就是 如果說 以18小時到24小時的話 你看它大概只佔一個小時 其他時間都是在做G1 S G2 OK 那所以說 你會發現 越關鍵的 其實時間會越短 好 那這種東西 在生物界常常會發生 就是因為它變化太快 所以大家會很有興趣 為什麼它這段時間會變化 要不然花長時間 一直都一樣的東西 大家就沒興趣 好 那如果說在細分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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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的時間 那就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這也不是 非常重要 你會發現說 排列在赤道板 跟這個 中間期的時候 也是特別短 所以你會發現 通常那個 關鍵的地方 通常就是在前 或是後的時候 會比較 時間比較拉長一點 OK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時間 大概是18小時到24小時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細胞 從怎麼樣 變成怎麼樣 這是代表一個seal cycle 對不對 所以seal cycle 一個seal cycle 概念是什麼 一個seal cycle 代表什麼 代表細胞 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細胞變成兩個細胞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seal cycle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問的問題 可是 我問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這都很簡單 但是這個就是 definition 是沒有錯的喔 各位不要覺得說 好像我們都在欺騙你們 都說這麼簡單 我也會 你寫看看啊 我就不相信你們會 你們會覺得說 就是因為你們都覺得 被欺騙太久 都覺得說每次題目 都有那種陷阱 對不對 我的題目 總來沒有陷阱 就是非常直接兩檔 理解最重要 好 既然是一個變成兩個 所以說 那個seal cycle 如果說seal cycle 你覺得你的細本 增核生物 你的細胞分裂 一個要變兩個 要花多久 有沒有可能 五分鐘就結束 正常的話其實是不會啦 正常是不會 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講說 所謂的鋪類動物細胞 或是增核的 鋪類動物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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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或是 葉子 就是那個 高等的 生物的葉子 他們seal cycle 其實大概都會 站到18小時 到21小時 那你會說 不會 各位你們會想想說 你覺得什麼樣的細胞 可能會生長最快 如果是鋪類細胞的 癌細胞 對 癌細胞相對是比較快的 為什麼 因為呢 他不管你複製好不好 反正他就複製 就進行下一個 複製就進行下一個 所以說 他的時間會是比較短的 比較快速的 當然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在發育的過程 軟裂 一個細胞變兩個細胞變四個 那時候也是分裂非常快 那這兩個case 是比較不一樣 一般的 不是一般的 正常的seal cycle時間 OK 好 那接下來就有講到說 那比較一下 E.coli E.coli 20分鐘就好 酵母菌 40分鐘就好 酵母菌是增合生物喔 不要以為酵母菌是原核的 酵母菌是增合 是不是 OK 好 那增合代表什麼意思 好 其實簡單講就是代表 他也有染色體 原核體 我們在這個 有10分點解數分點來講 他也是有染色體 好 那 原核生物當然沒有 所以呢 其實我們原核生物 原核生物其實 到底E.coli有沒有seal cycle 它的seal cycle 其實跟 我們一般講 鋪裂動物細胞 seal cycle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一般不會把它叫做seal cycle 我們像一般 應該講說 也叫seal cycle 但是呢 我們會有更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binary vision 就是分裂生子 分裂生子 分裂生子 它就1變2 就是這樣 那它這個 你要講它是一個seal cycle 也是可以 因為它一個變成兩個 可是它並沒有像 原核 真核生物裡面有所謂的 前期 中期 後期 末期 甚至說在G0 G1 S G2 這個東西 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 好 那可是呢 你可以像 從這邊裡面 你可以看到 酵母菌相對的時間短 那E.coli相對時間 也是很短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 在做生物技術的時候 常常要用到 單細胞生物去做 你今天 你放一個基因 假設 分裂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一直分裂 你今天要一個基因 產生的蛋白質 請問你要它 複製的很快 你要的 你的產物得到 兩倍 四倍 六倍 八倍 那你要怎麼做最快 你送到什麼樣的 生物體裡面 去製作最快 那當然是 放到E.coli裡面 做越快 做越快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得到很多的 基因的片段 然後進而 可以達到很多 蛋白質的產物 了解嗎 所以這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在做生物技術的時候 常會用到E.coli 或是酵母菌 為作 不得已 我們會用 增核生物 這個鋪類動物細胞來做 好啦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說這幾個Stage 我們這邊 我這邊 有講說 大家可以稍微 準備一下 我們這幾個Stage 你們可以想一想 這幾個Stage Pro-Face Meta-Face Anna-Face 跟Tele-Face 那你要不要去算計 這個Pro-Meta-Face 是OK的 那這幾個Stage 其實 大家可能 第一個要會畫 你們已經會畫了 第二個 你要會了解一下說 到底 這個Stage 發生了什麼事 好大家 可以從哪裡去看 第一個 染色體有沒有condense 第二個 核膜還站不在 第三個 染色體的位置 第四個 大概就是 心狀體 或是Spin-Fibre 的有或無 來拿去做分類 大概就是這幾個關鍵 好啦 那首先第一個 誰要 Interface 當然就是還沒有進入 這個M-Face Interface 其實就是包括G0 S G1 這個都叫做 Interface 好 那請問一下 Profes 發生了什麼事 好 我給那邊 先給那邊一個機會 來 染色質 染色質濃縮 然後 再講一次 染色質怎麼樣 染色質濃縮 還有呢 中心體出現 OK 中心體出現 好 應該講說中心體 開始要往兩側移動 因為它應該 這個時候就已經複製了 所以它就開始往兩側移動 OK 好 那就是這兩個概念 那 合模呢 其實這時候還沒有完全消失 但是是在消失當中 好 那第二部分 是 有些人就講 我們就直接先跳 這個Metaphase Metaphase 發生了什麼事 Metaphase其實最簡單 來 後面 大聲一點 染色質濃縮 染色體跑到 赤道板 排列在赤道板 OK 好 這個大家應該最熟悉了 這個染色體 排列在赤道板上 好 那 再來 這個 最後這個是 Anafase 發生什麼事 好 這邊 染色體被仿錘師往兩邊拉 OK 染色體開始 就是 藉由這個仿錘師幫它拉向兩邊 好 最後 最後 Telofase Telofase 好 這邊比較沒講話了 細胞只分裂 染色體再開 然後分裂 再講一次 細胞 細胞 細胞開始分裂 細胞開始分裂 染色球 就是散開 然後核膜 OK 核膜開始又產生了 簡單講 這個已經是接近快要 就是要 細胞已經開始要分 分成兩個了 這種概念 OK 好啊 所以你看 你們現在 經過這樣子以後 你們就發現說 很簡單 就已經把它去了解 那我再給大家一個 比較簡短的一個 summary 大概就是這樣 Proface 你就知道 濃縮 這個時間 就是濃縮 然後再來 Metaface 排在中間 排在吃 濃縮 排在中間 分開 就好啦 分開 這個是分開 這個是切切斷 切開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 你只要記得關鍵的幾個圖像 然後呢 再去畫 就可以了 好 那當然啦 如果說有些可能性 這個時候核膜在不在 這個時候怎麼樣 怎麼樣 那我就覺得說 也 除非你真的做這個研究 你要研究很細 要不然的話 這純粹只是靠背 那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必要 OK 好 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呢 其實就開始 做細部的介紹 我這邊就不再 一一的細項 來介紹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這些字 到底是長什麼 這些 他們是怎麼寫的 好 那 這邊剛好 並沒有特別去講說 ProMetaface ProMetaface 其實就是接在Proface 跟Metaface 也就是說它濃縮了 然後它濃縮 要到吃到晚的中間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時候就是 開始這個中心 利用Spindle Fiber出來 然後他們開始 往赤道板移動 就這樣嘛 就等於說 是從這個階段 要到這個階段 它應該會做什麼事 只是在把它講一下而已 好 那這邊呢 開始就有一個概念 那既然說 軟設定會排列在赤道板上 那可是呢 然後 因為我跟Spindle Fiber 會去連結它 那Spindle Fiber 是怎麼連結上它的 以及這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它為什麼會排列 才赤道板上 當然是Spindle Fiber 去連接到它的 連接到它的所謂的 這個終結 或是 這個 這個 Kinellico 濁思點上面 可是問題是 那如果說 這只是高中的時候的 스테 那接著就要去問你 那請問哪些分子 你可以提出來說 它所謂的分子機制 請問是哪些蛋白質 涉及到這個過程 涉及到這個過程 涉及到濁思點 跟Spindle Fiber的連結 哪些蛋白 各位你们都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像 没有错 这个我想一定没学过 因为这个是 大概是大二大三 细胞分子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里面要提到的 那就是说 Metalase中 哪些蛋白 哪些蛋白 以及他们的功用 会贡献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Spinol Fiber 连接到 这个染色体上 好 有没有人要稍微提一下 有哪些蛋白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想法 各位你们 我们之前不是跟各位讲 这个染色体中间 其实它是 是靠得非常的紧的 非常靠在一起的 那你看靠在一起 你可能显微镜都看不到 可是分子生物学家呢 就有办法告诉你说 请问这两条 姐妹染色体 为什么会靠在一起 为什么会靠在一起 这样子问 你会觉得说 不是本来就靠在一起嘛 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 它的分子的层次 到底是怎么样 棉蛋白 棉蛋白 OK 好 所以呢 你看 当只要涉及到分子的层次的时候 你就要讲出 到底有哪些蛋白质 哪些记忆的这种概念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 它刚才有讲 就是因为有棉蛋白 棉蛋白是哪里 棉蛋白其实都是在这中间 中间这个东西呢 就会把你这个左右两边的 这个染色体 染色体把它 bring together 就是把它 把它连接起来 就这样 像这样的概念 了解吗 你们不要觉得说 这个东西 那那个呢 那个Spinol Fiber 怎么去连接到 这个染色体的 它是附着在着色点 那着色点又怎么跟 着色点就是这个Carnelco 着色点 那着色点又怎么去跟 又怎么去跟染色体结合啊 着色点又怎么跟染色体结合 请问着色点上面有什么 着色点要结合 是要结合什么东西 结合一个Spinol Fiber 好 这边来讲 我们进入到分层的层次 Spinol Fiber 我们上次有讲 它是什么蛋白构成的 Spinol Fiber是什么构成的 好 上次有讲过Spinol Fiber是什么构成的 Microtubing OK 它也是一个一个蛋白所构成的 好不好 好 那这个Microtubing到这里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着色点 着色点其实也是很多蛋白质构成的 就是这一团蛋白质 那一团蛋白质开始在这里哦 Central Mere是什么 Central Mere是DNA哦 所以这边涉及到DNA跟蛋白质的什么 蛋白质的结合 粘合啊 OK 所以你们学生化 学分析的时候 常会提到 蛋白质跟DNA的一些交互作用 这个以后我们到分子生物学的时候 常会讲 为什么 因为你DNA 请问你DNA要做复制的时候 是不是要 要做转入转移的时候 上面是不是要有一些蛋白质进来 包括Polymerase 它是不是要结合上去 Protein 之类的 要跟DNA结合 同样的 你这边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蛋白质要解螺旋等等的 是不是蛋白质跟DNA的一直交互作用 所以这个呢 就是分子生物学 或是细胞生物学在学的东西 那你们现在开始要渐渐的 要去 要去把你的情境呢 不是只是一个表象的这个东西 不是表象 只是看到Spin-O-Fibre 仿垂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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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停留在只是显微镜的镜 你们要停留在你们已经眼睛可以穿透显微镜 看到非常细小的这个分子 一颗一个蛋白质 虽然看不到啦 但现在为止还是看不到啦 只是说你们要开始有这种想象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你们要大三之后 就觉得分子生物学非常难学 因为它完全都是在你想象的图像 但是这个是实验做出来的 这个证实是这样子的 蛋白质怎么跟DNA交互之后 这些都有实验可以去做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先跟大家讲一下 说有这些这几个蛋白质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Spin-O-Fibre上面 这个两个阶段 就是连蛋白质之间 中间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Shakoshi 这个应该是日本人发现的蛋白质 就是它命名的 就是这样 这个蛋白质当然在做分裂的时候 也是有在有这个重要的功能 好 OK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Telephase 它Reformation Nucleate Envelope 就是这个把核磨呢 重新再组合起来 然后细胞下一部分就做 这个分裂Kinesis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图像呢 它就只有1、2、3、4 四个phase 所以说其实 其实就是说不同的 这个教科书呢 也许有写不一样 但是大家就 这个大概的几个stage 也要了解就好 这边就跟各位讲说 很重要的是Metaphase 这样子排列 所以我现在就来了 减速分裂 有式分裂永远是这样子排列 所以可不可能有所谓的Orientation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在这里 不可能 请问这一个如果这样子翻过来 一不一样 会不会影响改变你的子带 不会吗 因为这个不是Orientation 这个两个是什么 姐妹染色 所以它是一样还是相似 一样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要强调 Genetic Identity Identical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它就算是Orientation 也都没有问题 可是等一下我会讲 减速分裂的时候 如果Orientation不一样 爸爸的跟妈妈的不一样 到时候留到配子的时候 它就会不一样 那这个是这一些描述 你们再去看一下 那这个图我们上次有看过 等一下我们来看减速分裂 这个有式分裂 我们就不看 那Miosis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 在精细胞或软细胞 就是生殖细胞 应该讲说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说 它也是 很多人会讲说有什么不一样 它也是只有复制一次 它不会复制两次 它也是复制一次 但是它会分裂两次 刚才有同学讲会分裂两次 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 比较这个有式分裂跟减速分裂 我很不喜欢去考这个 因为我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太大 那对你来讲 你只要把这个背下来 这个背下来 你就把它写上去 要管它到底要看什么 所以可是我会觉得说 关键的一些重点是什么 或者说它比 通常最后考的时候 一位讲说 请问它的子带的DNA数目是怎样 或是它的Number是什么 是2N 它这个是N 就变成Heproid 变成Diproid 你要会学会去了解这些单字 你到时候念选择题 才有办法去回答 各位你们选择题 要不然的话 你们很多选择题都答不出来 就是因为你们这个观念 有点模糊 那你很多的东西就 就没办法去作答 好 那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要讲 要去看一下Miosis 那Miosis你可以简单的去描述 它大概可以分成 哪些Stage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 如果是我的话 最基础的回答 它可以分成两个Stage 哪两个Stage 好 后面先好 第一次分裂跟第二次分裂 我建议还是用英文呢 Miosis1跟Miosis2 没错就是这样 好啦 所以Miosis1到底发生什么事 Miosis2又发生什么事 那其实两个Stage 就是说这Miosis1跟Miosis2呢 你会发现它里面还有在细分 那请问它在细分 变成有哪些Stage OK Miosis1跟Miosis2 请问它有哪些Stage 在Miosis1里面有哪些Stage 大方向就好 大方向就好 大方向 我要找一些比较没有讲过话 你没有讲过话 对 PROFACE PROFACE METAFACE ANAPHACE 跟TELFACE 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一样 对不对 OK 好 一样 然后这个Miosis2 只是PROFACE2 METAFACE2 ANAPHACE2 跟TELFACE2 好啦 那你会发现说 那如果说 那它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一样 PROFACE 一样是浓缩 排列在中间 分开 切断 就这样 一样都是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而且这也是 PROFACE也是开始 Condense 排列在中间 然后分开 然后切断 就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你看这四个阶段 其实就都一模一样 好 那我说那个Stage一样 但是呢 我们就特别要再提到说 哪里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个Miosis2大概都是差不多 所以说大部分都没有人这么讲 最终它是产生四个配置 可是在这个PROFACE 这边接下来就是在PROFACE这边呢 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才是Miosis呢 我们大家会再去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们直接一定发生某些事情 让他染色体可以做交换 那就是在这个PROFACE的这一段时间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PROFACE又分成哪些细项的Stage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科学就很无聊 反正他就是看到不一样 他就把他归类一个 归类一个 归类一个 各位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啊 像男生不是也很喜欢归类 所以你是喜欢运动型的女孩 还是喜欢斯文型的女孩 还是喜欢什么型的女孩 是不是都一件很顺序分类 没错 这个其实我觉得分类 或是把它分 这个都是人的天性 或是说做一些这个 这个一个统整的结果 好 那PROFACE分成哪几个Stage 其实就是这几个Stage 谁要念念开 中文也可以啦 这个没有举手过的 来 你应该上课都没有讲过话吧 好 好 再来 有哪些Stage 细线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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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细线棋 中线棋 中线棋 OK 其实这个呢 是我在网路上找 但是我说真的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对的 因为我很怕找到是大陆的翻译的版本 所以其实 可是发现说台湾呢 又大家都读英文 大家都不想翻译 那真正有没有一个比较对的翻译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要先跟各位讲说 我说我这些翻译的字是早 但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翻译 这是不是所谓的国立编译官 就是标准版 我不知道 所以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念一下这个英文 但是这个英文的大会不会太会去考 你只要知道说它大概是发生什么事就好 那其实你会发现这细线棋或是核线棋或是出线 双线中变 这其实一样的概念 就是说你是观察到什么 说细细的线 那开始线合起来了 那开始呢 变浓出 condense 所以就有出线 那开始变成感觉 那个更 就是 condense 然后又有互相交换的地方 在双线棋 那中变线其实就是这个线已经出来 然后要开始分开了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这些中文 其实大概就是根据它英文的这个 英文的命名 其实就是根据它所观察现象 然后中文翻译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 它这个念 其实我特地把它用这个hyphen去把它离开 最主要就是让大家比较好念 这个就是叫做leptony 其实这个就是线的概念 zygote zygote其实就是核子 核线 核线体 核线体 patch patch patch其实就是粗 粗体的意思 粗线 patchnema 那这个dipo就是双线 应该讲说是核 双线 这个是核线 zygote 这个核 双线 其实说真的 我也有时候搞不清楚 这些东西 但是 你只要大概知道说 这个是比较早期 这个已经是condense玩的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中文就留给你们 自己去了解 至于说它这边到底发生什么 我在讲一场也有跟大家讲 请问一下 这个阶段是怎么样 细线 我就先跟大家讲 都是很细线 线线 因为还没有 这个时候核线期 核线期发生什么事 核线期就是 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 开始核线期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在讲一场有学 核线期发生了什么事 还没有 你回答好多次哦 好 我们要去再 开始给你 核线期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就是配合在一起 这是线线同园台 这里开始配合在一起 其实是配合0的过程 可是它还没有完全的condense 它其实还是松松散散的概念 松松感的概念 只是开始就是 同园合在一起的概念 那出现题其实就是condense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它配合在一起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把这个名词叫做 bivalent bivalent就是二价的概念 可是你要记得 请问这二价到这边呢 四价 tetra 这个的命名就是 这个说明就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一个叫二价 一个叫四体 我只是问各位 请问一下这代表 这个时候DNA还没复制 这个DNA复制了 对不对 举手 为什么 不是DNA复制的关系 为什么不是 因为它在经期的时候 DNA就已经复制过了 什么时期 Cell cycle什么时期 S OK S就是DNA synthesis的时候 就已经复制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会 不是在复制的观念 这个纯粹就只是 你当初的显微镜够不够 看出来 它是四体 看不出来 你就以为说 配合在一起 所以说是两价 我们就说两价 可是这个时候开始condense之后呢 各位 condense呢 中间可以黏得非常好 可是呢 端点呢 就会感觉有点突出 就是感觉上有点分开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可以看出来 大概是四个 所以就是叫四体 所以理论上讲 这都是四条DNA 这个就是我那边说显 这个是出线的概念 那双线其实就是 应该讲说是排列在一起 排列在一起 然后双线起这边呢 应该讲说出线到双线这边 有发生开始发生了很重要的 的一个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 在这个出线 双线里面中 开始发现 你会发现说 这个开始染色体会交叠 所以说这个时间 这个这个过程叫什么 联会 联会的英文叫什么 知不知道 Crossing O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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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叫做正常叫做交换 Crossing Over 联会有一个很重很标准的生物名词 Synapsis OK Synapsis 好 所以这些字 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就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好OK 那我们这边刚才有讲说 这个配合核子的这个部分 这边 Synapsis 其实中文就叫做联会 那它另外呢 联会其实就是说染色体开始 听接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会想说联会跟Crossing Over 一不一样 其实就是应该讲说 它开始会做一些交换 染色体会做交叠互换 那所以说其实你说要把它放在一起 要说这是一样的字 那也是可以 因为这其实都可以 但是我们如果说 如果说要真正去翻译的话 那这个叫做Crossing Over 叫做互换 染色体互换 那这个联会只是说 联会在一起 但是它有可能换过 但是又换回来 也是有可能 或是换两次之类的 OK 好 所以这其实有点不一样的关系 就像你 就像你见面 不见得一定要交换 了解吗 Crossing Over是真的有交换东西 可是你跟他见面 一定会交换东西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 事件要把它分清楚 好 那所以这边就特别要讲说 这个联会发生 其实就是正从 Pachnema这个时间开始了 那开始以后呢 在这边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染色体其实有互换的东西 有一个打个交叉 这个英文字叫做Casma Casma Kasma OK 那请注意哦 这个是非同源染色体的互换 非同源染色体就是爸爸的或是妈妈的 他会去做互换 OK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是 妈妈跟妈妈这样互换 有没有用 没有用 还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只有这个同源 就是爸爸跟妈妈这样互换 在这边的时候互换 才会有用这个叫Lung-System Chromatis 所以这边就图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发现说在这个阶段 Miosis的阶段 在ProPhase的时候 你会发现染色里会有Crossover 连绘然后Crossover Crossover到分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直接交换过了 那这边就有一个名词 叫做Synaptomia Complex 其实我也是看Wiki去翻 但是其实音简大概就是这样 Synaptom Nemo Nemo就是这样 好 那其实你就知道 这是联会的一个Compress 那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Compress很复杂 我不是觉得说 很需要你们去背背 但是你们只要会去理解说 请问一下 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 发现说染色底的交换的 互换的过程中的这些 这些组成的一个Compress 那你最计算是什么中版 或者有的没有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重要 但是你这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结构到底是 这个结构到底是在哪里 这个结构其实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你会发现这里 联会了之后这边会接在一起 好 那所以说这个Synetonia的Compress 其实就是指说在这个中间的一个 Fiber或是一些Protein的一个结合在这边 好 所以说你有没有发现 发现一点 我们刚才有讲过 Cohestion Cohestion是连接什么 跟什么 是连接什么的 Cohestion是干嘛的 找到看到有新人 好 这边是 你上次刚有时候打过对不对 等一下我再让你打 连接姐妹分体的 好 连接姐妹分体的 所以说 如果按照你 叫你画 你会画得出来吗 可以 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 它就应该是画在 画在这个姐妹染色体上面的 所以说今天我常会讲 为什么染色分体 这个染色分体可以结合在一起 其实它就是要告诉你 它就是要考虑说 这姐妹分体中间有什么蛋白 有什么蛋白 另外一个 通缘染色体 它会排列在赤道板上 请问它为什么能够排列在赤道板上 为什么通缘染色体 会排列在赤道板上 其实它中间这边就形成了 所谓的Synatomia的complex 这个complex 其实就是把通缘染色体 结合在上面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讲 可能大家就比较清楚 就比较不会忘记了 好 那当然接着 它就会进行交换 这交换 你可以看到这个交换的过程中 这在显微镜下 可以看到一个交换 两个交换 两个交换的这些像 交换呢 交换的英文名字 这边叫做 Casma 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字好像不是很好念 这个有没有其他的 其实就是交错的意思 你们学过生物学里面 你又发现这个字除了在这里之外 还可以在哪里出现过 还可以在哪里出现过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四交叉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OK 好 没错 这是我其实跟各位讲说 你们学生物 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应该有学过 学过这个单字 就是说左眼右眼 左脑是左脑控制右眼 右眼控制左脑 这个一个四交叉 这个这边也有个字 这个交叉的这个字 也就是 Kasmata 这是复数 Mata是复数 Kasmata是单数 Mata就是复数 OK 好 那再来是这样的概念 那接着我们就要去讲 他染色体交叠 请问一下 两个染色体交叠 他为什么会交换 为什么会交换 这个染色体 跟这个染色体 这里 请问这里为什么会交换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进了大二之后 你们学了很多进入分子层次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说很多时候 你们不懂老师在问你们什么问题 因为你们根本层次就知道 为什么会交换 他就摆在一起就会交换 那所以我现在就要交换 可是我问的就是说 对啊 他摆在一起 请问他为什么要交换 这是DNA 你把一条DNA跟一条DNA 放在一起他会交换吗 不会 那所以他为什么会交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就是要跟各位讲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就是分子的层次 所以你们进入到大三之后 你们不要怪 为什么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代沟 因为学生老是搞不懂 老是在问你什么 可是老是搞不懂说 为什么学生连这个基本的都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就是要问你们分子机制 到底哪些荡凯子 哪些基因 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两组写 这个应该会知道才对 怎么没有下课中响 为什么 我刚才都没有听到中响 好 没关系我讲到这个 就下课 先下课 来你说 内切媒 内切媒跟什么 跟外切媒 就想一个内就换 简单来讲 DNA你要交换 你必须要怎么做 你才DNA才会交换 或者是这样子 讲好了 请问 你的手 你的手 跟你解好姐妹的手 你想要两只手交换 要怎么交换 要切掉再接起来吗 你以为DNA不是这样做 也是啊 只是说 我们用的是分子的剪刀 叫做 Andonucleus 内切媒 你要怎么接起来 Likes 接耳媒 只要设计DNA的断裂剪切 都一定要用在这个 Recome DNA 就是 DNA充足也是要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就是什么 你说两个人 他身上物质会交换 要什么限决条件 我现在跟各位讲说 A跟B要两个交换 你要说他两个要在一起 好在一起 就会他们进了餐厅 进到了一个同一个地点 然后这样 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伸出手 把一个东西掏出来跟他交换 那会成吗 他可能只是会个面 然后就离开了嘛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讲说 各位的眼光开始要进入 进入所谓的细胞层次 分层层次 就要开始看得很细说 请问这DNA到底发生什么 要以物理或化学 尤其是化学的眼光去看 这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 联会只是把蓝色体放在一起而已 它给你创造这个机会 可是你要创造这个机会 你还必须要实质上去把DNA切断 它才可以互相再接起来 对不对 如果没有切开 能够互换吗 不行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说 开始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 分子层次的思考 好 我们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休息十分钟